是石瓶的燕窩 還有一個骰子 這是 這是 這是豬 哦不是 對不起 哦這是那個 哦是武松嗎 這是不是武松啊 感覺像有點像 不是這個 卡通是貓啊 小貓咪 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很可愛了 就很特別很可愛了 太Q了 那這樣子 下一個問題來考慮了 這是武松打虎 是打虎 是武松嗎 可是武松 他長了一個貓耳朵的武松 就是他的貓是 是是模板 哦應該是很可愛的 他應該每個都是貓臉 哦 然後上面畫 聖誕金莫愁 就不就不一樣的 這個臉圖在是不是 對 好啦 不知道他這是貓 還是什麼 就感覺像貓版的武松 對吧 對 所以其實 繼續考虐了 他帶了一個小老鼠 不是小老虎 老虎 老鼠 傻傻分都清楚 蠻臉 一土 OK 來下一個了 那其實送禮呢 你可以先不要沉浸在這個武松裡面 好 先給你收回來 因為我快發現 每個女生真的看到 所以你說買這個送給女生是不是很合適 就是女生看到這樣盲盒 我跟你講女生特別愛拆盲盒 所以你不僅又可以吃到煙窩健康 又可以 嗯 就是抽到盲盒 自己很喜歡 又很特別的 每個都不一樣 所以寶們趕快下單 送禮不僅要考慮心意 你還要其實針對不同的人啊 有點樂趣 節日 要去選擇 有些趣味性 對 那今天要考考你了 考考驗一下 另一個時刻又到來囉 今天又開始做題了 對又開始做題了 每次今天我們倆在那邊就要做題 這上面有個有個奇效 那就是我不知道 你會不會答對啊 情侶之間不能送什麼 不能送水果梨 為什麼 梨啊 哦哦對 就是不能送因為梨 代表的另外的意思是不是 對還有詩音 哇 不錯不錯 今天撤肯定是沒有問題的 真的 鮮花也挺好 好來下一個問題 閨蜜 這個我覺得有點難 閨蜜禮物不能送什麼 首先 燕窩有什麼不能送的 嗯燕窩必須能送 必須要送對 嗯 就我覺得真閨蜜會送燕窩 假閨蜜不會送 比如蘇洋姐妹花也不會送 為什麼 因為假閨蜜不會希望 我怎麼能希望你變比我更美呢 所以真閨蜜一定會送燕窩 還有重要的神奇的說法 會不會有 一定會有 真的嗎 對真閨蜜都說 哇我們要一起變美 假閨蜜說我怎麼能讓你我吃燕窩 我必須讓你吃不到燕窩什麼的 會不會有這種 對我是不是 我在說什麼 你在說什麼 那我跟你說 瑪瑞是燕窩嗎 哦那我就說哇你是我好朋友 哈哈 你是我好朋友 來下一個 玩偶也是肯定可以送的 可以送的 對可愛的 扇子肯定 扇子是不能送的 對 扇子好像 我後來才知道說 扇子是代表是好像是散的意思 但是我跟莉莉認識第二面的時候 我就送那把扇子 送把扇子給我 其實 其實最終也只是一個說法 對對對 只是一個說法 大家就無所謂了 玩玩就好了 心意就好了 好不好 來 恭喜莉莉 回答正確 真的 你不說我都沒有想起來 對好像就是我今天拿到之後我才知道 哎我 但是那個心意其實當時因為手寫你的名字嘛 對 但不重要 我覺得反正不重要 好了 再來另一個 就是送心意 對 送心意 我覺得心意比任何 送的形式的產品更重要 我覺得送心意就是 送給對方 只要你用了更好的心意 其實對方都能感受到的 畢竟對很重要的人 我們都很想把最好的東西給了他們 對於這份送你心意呢 我真的可以推薦這個燕珠屋的 這個心鑽燕窩了 你叫這個燕窩